字幕提供 这是完弦四度乐团 首张爵士演奏专辑的序曲 Let's Play 其实是因为我用到这些节奏 其实都是舞曲 都可以扮舞的一种音乐 那我就会觉得说 好像有想象一个画面 就是像街头的时候 大家会尬舞 接舞 然后大家会 下来有一个轮 有一个solo 可是大家又可以 一起跳的时候 又可以融合在一起 所以就是 其实就是 很愉悦的气氛这样子 像舞蹈是大家可以一起跳的 那音乐其实也是 2014年发行首张专辑 尝试挑战开拓 爵士弦乐的可能性 完弦四度的团名 就是来自爵士和声学的 完全四度的谐音 爵士和声学来讲 四度音程 就是对我们来讲 有一些特别的情感 就是有一些特别的意义 这样子 它有一些 可以跳脱出原本 你习惯的那种舒适圈的那种感觉 那也可以说是 对我来讲是有点想象力的延伸 这样子 那所以我就取了这个谐音 就是完全四度 可是我们都是玩弦乐的音乐家 这样 然后组成了这样一个 四个人的乐团 大学时就确定要以爵士乐为方向 经过十多年的摸索 团长黄伟俊说 这张专辑就是梦想的实现 你好 欢迎收看想世界 我是黄慧玲 今年有一个团体非常抢眼 他们入围了金曲四项大奖 以及传译金曲奖 他们是爵士乐团玩弦四度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三位团员 来跟我们分享他们的音乐 首先是我们的中题琴手 蒂琪 蒂琪你好 慧玲你好 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团长伟俊 伟俊你好 慧玲你好 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小题琴手 伟欣 伟欣你好 这张专辑真的让大家非常的惊艳 当初我的同事跟我说 因为我们要做金曲奖的专题 然后我就请大家分别去找题目来做 到底今年入围的谁很厉害 然后同事跟我说 有一个团金曲入围四项 后来当然最新的消息是 传译又入围了一项 是 对 超强的 先来介绍一下这张专辑 可是我们先从封面开始讲好不好 好啊 当初拍这个封面 这个封面看起来好像气象万千这样 对啊 然后好像那个里面的音乐家看起来 私意的挥洒 对 可是其实当时的气氛其实是非常非常的紧张 在那个现场新竹的海边 然后风其实非常非常的大 然后我们会有一种错觉就是好像快要被风吹到海里面 对对对对 因为大家其实是硬撑着那个动作这样 然后赶快拍好这样子 可是其实看起来很陶醉啊 是不是眼睛都是闭起来 然后尾峻还是这样侧面的 对对对对 这个就是假象 对假象 然后大家都喊稳住稳住喔 对对对对 所以戴一下就好 戴一下就好 真的吗 真的 风看起来很大 对 真的很大 我们的弓其实拿着的时候都是这样子抖的 所以用我们平常的握弓方式去拿会真的会飞 其实是抓着的 它刚好是在海边的边边 对 旁边就下去了吗 对对 堤防就是这样直直的再走下去就掉到海里面 对然后那个步道上面还有一些小鱼杆 小鱼杆 是真的是那种鱼 不是那种植物这样子 飞上来的 飞上来然后没能下去这样子 对 而且你可以看就是如果是涨潮的时候 就会很害怕就是它已经越来每一次海浪过来的时候 就好像越来越高越来越高 第一张专辑的封面就要拍得这么惊险 对这个就是摄影师的 大作 大作 是 对 好我们刚刚聊到四项金曲入围 可不可以讲一下心得 因为其实就我们去查了历史资料 其实没有人这样入围的 真的吗 演奏类三项 然后又入围了一个技术性的奖项 先讲一下入围心得好不好 知道那一刻我好像其实有在发抖 哈哈哈哈 发抖 对就觉得真的假的 因为那个时候我好像在我一个 呃 我去刚好去修情 嗯 然后好像是我听到我手机一直有简讯的声音进来 嗯 然后就去看然后就想说 嗯 真的吗 因为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们报了几项 嗯 对 然后是朋友就说恭喜哦 你们入围四项 天啊 然后我才看到这个就觉得 真的吗 然后我就 刚好我的修情师傅去上厕所 嗯 然后他走出来就说 什么师傅 我好感动 他说 为什么 然后他觉得莫名其妙 就说我的专辑什么 入围四项 嗯 对就 其实是很兴奋吧 对啊 当时的心情 真的 就是我们也觉得 非常惊讶这张专辑一定要拿来听一听 然后并且要邀请你们上来节目谈一谈 嗯 团长 那时候听到入围四项的时候 呃 我那时候状况其实有点类似 我那时候其实在上课 嗯 然后就 那个我 我们经纪人 就一直打电话起来 然后我讲说 我在上课就先先 不要吵我 就是把案件要这样 然后后来就是也是简讯就一直进 啊 对 然后就一直打还是怎么的 就叫我说 那我去我讲一下好了 嗯 就他还跟我说 诶我们全部都录了 嗯 两位人缘很好诶 哈哈哈哈 简讯都会一直来告诉你 对啊 那时候 维欣呢 哦那时候还没有就是报名金曲奖之前 就是我跟一个露营师在就是聊音乐 然后就在放这张专纸 嗯 然后我的露营师一边听就这样 啊 真是太棒了 这些声音真是太好了 然后说你们一定会 你们一定会入围的 哦 对 然后没过几个月就 就公布 露营师很会演 嗯 他是只要听一两个音 然后就 嘖嘖嘖 哈哈哈哈 像迟到迷失吗 对对对 这个肉真嫩啊 对 而且其实不只是这样你们也入围了传译金曲奖 是 八月会公布 对 有想好得奖感言吗 就把那个金曲的拿来继续沿用 本来在金曲的得奖舞台上你想要讲什么呢 大概从金曲奖的前五天就每天自己都在 想说哦 赶快来想好感言啦 对 可是每天就觉得 啊算了 明天在想 就是一天拖过一天 但是当天还是不断地告诉自己就是 好你还是要认真地想一次 所以其实我在 当天还是前一天晚上我有写下来 啊 对 对 很认真地写下来 对 然后感言其实就是 我觉得就是很感谢 就是这个团 这个团的每一个团员 对就是觉得我们很有缘 然后才能一起玩这个团 然后更重要的就是我 很感谢我的家人 就是爸爸妈妈姐姐 对 因为我觉得就是 每个人 我觉得每个人的个性 其实被家庭影响的是最多的 嗯 然后就觉得我 会有现在的我就是 一切都是因为我的父母及家人 对我的 对我的方式 他们给我的爱 然后让我能够做我现在的我 这样子 对 对 所以他们那时候听到你们入围 应该也非常开心 很开心 嗯 对 但他们好像也是有点搞不清楚状况 哦 原来这个团可以 可以抱金曲奖哦 这样子 就也有点意外 你们也可以啊 对 不是应该要那个 流行音乐吗 对流行音乐才可以 两位吗 两位有想过那时候上台要讲什么吗 有点接近啊 就是其实也是感谢你啊 那我其实有写在我的Facebook上就是说 我觉得有的时候音乐 音乐人的家人 有的时候其实蛮辛苦的 怎么说 就是因为像 我们在家里练琴的时候 那个都是我们的音乐 还没有准备好的状况 然后那个最不好听的部分 就是给你的家人听 然后你准备好之后 你就出去给外面的人听 对 所以你的家人就总是会觉得说 你好像其实一直都不怎么样 会有这种错觉 是 或者说在忍受你的噪音这样 嗯 对那我就会觉得说 对啊这样子想起来 其实家人就是 你会发现他们无私的 就是包容着我们 支持着你们 对 然后有一句话我很想讲 就是虽然说最后没有真的上台 就有点遗憾 可是现在发现好像还可以在这一讲 就是妈我上电视 谢谢黄妈妈 对对对 谢谢黄妈妈 哈哈哈 维希呢本来有想要说什么吗 就是感谢完贤四度的团队 然后还有就是我的家人 这样子 然后就是那一天在 就是那个颁奖典礼上面等待的时候啊 就是很紧张 然后想说完蛋 等一下到底要说什么 然后我就想说 那我一定要就是说 这次是第五次获奖 嗯 就是因为完弦四度获奖 所以这次是第五次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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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记得要讲 讲出来 对 可是现在先讲会不会就 笑点就用完了 所以要再想试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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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虽然都是弦乐的编制 嗯 但是 呃 主要的目标就是 用弦乐然后可以呈现 呃 一般大众可能想象中 不是弦乐来呈现的音乐风格 啊 这样子 对 我们就会做一些呃 可能学校老师不会教的事情啊 比如说就是 敲琴啊 然后刮琴弦啊 什么的 其实这个团是伟俊组起来的 是 嗯 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你为什么会组这样一个团呢 好 呃 我大概是到大学四年级的时候 呃 才真的很确定就是说 我想要以 爵士 或者说成为爵士音乐 爵士音乐家 为自己的目标 所以其实从那时候就会 难免就会有点想象 因为 我们手边有这么多大师的专辑 那 有时候会偷偷想象说 诶 如果有一天 我是不是也会出我自己的专辑 那那个专辑会 是什么样子 是什么编制 那 怎样子的曲风 其实 难免有时候都会有这样子的想象 嗯 可是 其实在这长达十来年的 这个学习过程中 其实也一直在 不断的 变化 就自己学习历程也在变化 然后 慢慢的后来也会开始 比较回归到自己 其实是一个弦乐手 这样子的一个角度 那后来就会 很自然而然 我就会觉得说 当然其实也在国外的时候 也听过类似的编制 对 虽然说是非常少见 对 但是自己也会觉得说 也许会有这样的可能 就是说 用弦乐 对 单纯以弦乐为整个弦乐团的编辑 然后来做 角形音乐的风格 台湾你们好像是第一个团这样子做的 绝世的弦乐四重奏 对 那但是真的很确定想要来执行这个计划 真的是遇到了 然后这几位团队 然后这几位团队之后 对 然后我就觉得说 好像真的是 时候到 有可能了 对对 是时候到 然后同时其实也是觉得 回到台湾之后一直有机会磨练就是作曲跟编曲的这部分 对 所以某个程度上我会觉得 真的是有一点点缘分 就好像突然会觉得 是时候了这样子 对 我们都说那个古典音乐 只要是女生多半都是美女 所以你是什么机缘认识两位团员 就是背着小玉琴 然后看到就跟她说 我会拉小玉琴 要把她认识一下 两位也都会啊 对啊 很想回我也会 然后会 其实跟地琴认识是比较久 因为其实我们是大概同 差不多同时期 接触到爵士文乐吧 开始学习 是 对 那但是因为中间后来我出国了 所以中间有一段时间也有联络 那真正有联络上是后来回到台湾之后 然后我有一阵子 就是我接到一个演唱会的巡回演出 那也是需要组一个弦乐的组 对 那中地琴的部分我就在跟地琴联络 对 所以是从那个时候我们才有 比较密切 有比较密切 对 跟韦欣啊 对 嗯 就是一开始 很想要就是往爵士音乐 就是想要练习 嗯 看看有没有办法变 就是那种音色 嗯 对 然后因为在台湾就是很少 就是有小提琴 然后练习 练习 练习 对 对 然后有很多人就是听过伟俊的表演 嗯 然后向我推荐 好 推荐说你去找他 然后跟他就是聊聊聊天多交流 在他身上学习到很多 嗯 我们先来看一段你们排练的时候的测拍好不好 我觉得你们这个团队其实有一种很可爱的 嗯 化学变化 感觉一群 一群古典音乐碰到的爵士乐 然后就变得非常欢乐 对 啊是电话 家里有电话 嗯 我们可以带工具 对 对 到时候把 到时候在现场 把这一段也重复出来 因为它有点像兜 对 然后听到这个声音乐之后 打电话给我 对 好啦 总之 就是大家就是 来看完全试图表演 好不好 好 刚刚那个团练现场是在哪里 看起来很像是在某个人的家 在我家 嗯 所以邻居没有来抗议 其实不是 真的不是邻居来抗议 哈哈 刚好都没有欸 嗯 对啊 邻居人都很好 对 你记得小时候恋情有被邻居丢过水果 哈哈哈哈 真假 对啊 后来家里就开水果 哈哈哈哈 他还丢了 你就捡起来 对对 丢窗户 对对 跟大家介绍一下 因为真的还蛮少见 呃 爵士乐风格的旋乐四重奏 嗯 嗯 他跟你当初想像当中想要组的团很像吗 嗯 其实是 嗯 对 那我们这个团就是除了大家在音乐里面看到的之外 其实也 也蛮 很语谐 嗯 然后搞笑 但是搞笑中又充满了人文的素杂 哈哈哈哈 那这样宣传会有反效果 哈哈哈哈 对 其实呃如果简单讲的话就是 我们虽然都是弦乐的编制 嗯 但是呃 主要的目标就是 用弦乐然后可以呈现 呃一般大众可能想像中不是弦乐来呈现的音乐风格 哦 这样子 对 所以我们就会做一些呃 可能学校老师不会教的事情 比如说就是敲琴啊 然后刮琴弦啊 什么的 嗯 然后呃 但是事实上我们也花很多的时间在练习 比如说呃 呃爵士乐的一些风格 特别是节奏的部分 嗯 对 嗯 像之前呃 也有被人家问过就是说 你们录这个专辑花了多少时间 对 然后我就说呃 印象中是大概 两三天这样子 然后说它这么简单吗 然后说 呃 是录的时候是花两天 可是我们前面准备了很久 对 对对对 因为就是 不然你以为两三天就可以金曲讲四项吗 对 对 从古典跨到爵士其实是很大的一个改变 嗯 韦欣可以跟我们谈一下吗 嗯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嗯 你会就是原本谱上有很多的音符 然后现在变成谱上都没有音符 哈哈哈哈 怎么练啊 对 然后就是从一开始好像知道 就是例如说很多很难的很高的音 然后你要想很多办法把它就是达成 或是音准等等 可是现在就是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你就会想那我现在要练什么 嗯 就那个问题就就跑出来了 嗯 就是这个就是一个一开始的那个瓶颈 嗯 对困难 地期有一样的问题吗 因为你也是学古典音乐 对 我觉得就是一开始的指示都很清楚 对 音符也给你了 拍子也给你了 嗯 强弱记号什么都给你了 对 你就照着做就对了 对 古典音乐是这样的 对 可是现在就是什么都没有 然后你你想拉什么 随便你你自己去创造 那一开始你就会觉得好 那现在就是什么东西都没有 那我要塞很多东西 嗯 就是发现其实 它其实拉爵士音乐 也是一样就是在讲话 嗯 那你要跟人家讲 你东西有好 你会很多东西 然后你塞很满 可是其实听起来就是 就是人家不知道你到底要干嘛 所以我那时候才觉得 哦原来你不是说你塞很多 你就是拉得很好 而是你这边到底想要跟别人说什么 你可以羞耻不练习音乐啊 对 那你停下来呼吸 那还是一个音乐 所以才知道要自己去拿捏 所以你们怎么去玩出一个爵士乐团呢 团长 要练习 演出爵士乐 当然这个是最最基本 我们要知道爵士乐的玩法是什么 然后它需要监控怎么样的能力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变成说 曲 曲子的部分 需要花一些时间编曲 然后也要 我们也要合奏来尝试那个效果 对 所以其实 我这样之前 有被人问过就是说 你们录这个专辑花了多少时间 对 然后我就说 印象中大概两三天这样子 然后说它这么简单吗 然后说 录的时候是花两天 可是我们前面准备了很久 对 对对对 因为就是 不然你以为两三天就可以金曲讲四项吗 对 对 对 所以其实那个前置的作业其实还蛮辛苦 其实是辛苦的 对对对 其实蛮辛苦的 可以跟我们聊一下你当初是怎么听到爵士乐的吗 接触到这个音乐的时候应该也还蛮惊艳的 对 其实蛮偶然的 那个时候我是高中 刚刚升上高中 所以还有一点的时间就课的压力还没有那么重 所以我又恢复就是去找老师上个别课 然后那时候有一次就 就是伟俊其实是从小就开始学小提琴 对 都是古典音乐底子的 对 可是我小时候其实不喜欢音乐 也不是不喜欢就是没有什么感觉 就觉得就是小提琴嘛 就是练琴嘛 对 对 反正就是每天要站桩站一个小时 那种感觉 站一个小时就可以出去玩对吧 对对对 对 那其实没有什么特别感觉 然后一直到国中的时候很偶然 有一次听到莫扎特 然后我就突然发现 音乐会讲话 对 就是他那个音乐有在讲一些东西 我就发现音乐很有趣 古典音乐很有趣 就开始听 然后到高一的时候就是 我说去找老师上课 有一次太早到了 然后就说你那么早来 要不然你去旁边听音乐好了 随便你听 然后我就随便拿老师的架子上的一个CD 然后那个是海菲兹演奏的盖西文的作品 那时候我当然知道海菲兹 但是我不知道谁是盖西文 那我一听就觉得 这个音乐怎么怪怪的 可是很有趣 对 就它很多东西就是 你有点抓不太到它的逻辑 跟我们习惯的不太一样 然后我就问老师说 老师这个是什么东西 然后那时候老师卢耀生老师 他就跟我说 这个是爵士乐 那是我第一次听到 爵士乐这样 我们那个时候就是 资讯没有现在那么好 就是也没有网路什么的 所以就是你想要听音乐 就是去唱片行 有点像踩地雷 试运器这样 对对对对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随便 就是你就看那个测标 测标写得好像很好听 就买回家 对对对对 那时候就是买到一张 叫做当铺爵士 那那一张就是就 比刚才那张专辑是更明显 就是它完全就是爵士乐 玩法 对那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精彩 然后可是它怎么好像有点 大家随随便便就开始了 可是又合在一起这样 那时候就去学校问音乐老师 老师就说这个是爵士乐 那他们都是即兴的 也就是他们是没有看谱 就弹出那些东西 那时候我就是我非常非常的惊讶 因为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你们组成了玩弦四度 然后也得到金曲奖入围的肯定 现在又是传艺金曲奖 接下来你们打算怎么办呢 第一张就缔造了历史 第二张压力会不会很大 正在进行了吧 有计划但是算有在进行吗 应该也算有 内部的进行 对就是朝这个方向准备 对对对 所以都会有创作吗 四位 这个计划上是 对 一定要学习创作我觉得 这个也是算给自己的一个目标 嗯 好 我其实最后面还想要问一个问题 就是你们觉得传艺有把握吗 就是有没有把握 其实在我心中就是我们完全四度 已经是超级棒的天团 哈哈哈哈哈哈哈 这这这你说的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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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团长 天团的团长 嗯 有没有把握吗 有 嗯 超好的啊 对团长都说了 蒂琪你觉得 嗯 本来没有但是 有把握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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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说的话吗 哈哈哈 哈哈哈 对啊 那个录音师都说了啊 他只有听了两个音符 就觉得超强的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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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家人也都说 哈哈哈 他们也都觉得说 其实现在这样子已经 很不错了 对啊 对都跟我们说啊 就是不要 就是平常心啊 嗯 嗯 已经是天团了马必进 嗯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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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们就期待 八月的传译金曲奖 好 然后也非常恭喜完贤四度 嗯 即将第五度拿奖 哈哈哈 哈哈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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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